但是如果有機會 動選台南市長 我只做四年 新龍介週日上節目表態 想再度參選台南市長 做出只做四年的承諾 他說是不滿民進黨國 卻在台南市長期執政 還把矛頭指向 時任的台南市長賴清德 像我們的賴總統清德兄 前四年他說他都在做規劃 未來的四年希望讓台南大進步 所以我個人才會說 假如我能夠當選市長 我只做四年 我就要政選連任 因為我知道 這個金螺旗的政府 處處在咬咬人民八成 時間回到2022年 國民黨黨主席朱立倫 裴希隆介到選委會 登記參選市長 當時希隆介也講過同樣的話 距離2026年 地方首長選舉還有兩年多 希隆介提早表態 還說很多里長都說 他很有機會再拚一次 主席已經在中常會當中 三聲五令要求我們的黨員 不要在媒體當中討論2026 所以現在我們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把本分盡好 讓人民了解民進黨是做事的團隊 法官民進黨2026年台南市長人選 黨內還沒有提名 陳妮菲率先表態有意參選 台面上包括現任列委林軍縣 都是熱門人選之一 而憲龍介上去市長選舉小數給黃偉哲 四萬五千多票 才剛選上不分區立委 上任一年多 就提前表態想選下屆台南市長 上節目夸口只做四年 最後還留伏筆 之後再看市民選擇 沒把話說死 也意味著下屆台南市長選戰 藍綠將提前開打 三星王 少維紅屬住 台南報導